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360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你好 我是传希 最近几天天气状况都还算是蛮稳定的 吹着这个偏东风 那在未来期间都是持续这种 比较温暖一点的这个天气状况 不过呢在早晚的时候还是偏冷 所以呢在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早晚偏冷的这种天气状况 另外在东半部因为是属于迎风面 所以呢云层量比较偏多 有机会出现这种零星的短暂飘雨 不过这个降雨量不会太多 那这个天气要有转变呢 预计到了周末 到了周末呢有一波封面 由台湾东北方海面掠过 所以呢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稍微转为比较偏凉一点的这种温度状况 到这时候啊中午就没有这么温暖了 我们先从云图上面来看一下 其实目前台湾上空呢 云层量都还是偏少的 主要吹的是偏东风 只有在这个东半部的海面上呢 有一点水气 那这个对我们的陆地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式的预测 未来几天都是吹偏东风 所以在东半部 这个海面上有点水气 这边可以看到到周末呢 有一波封面 从台湾东北方这边掠过 那对我们的影响呢 其实就是造成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中午没有这么温暖 这降雨的情况也不太容易出现 那要一直到下礼拜 预期可以看到 又有一波新的封面再度南下 不过呢到下礼拜 这个冷空气南下的这个趋势 还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空间 大家可以再多留意 这个及时的天气资讯 那我们从这个拉近一点来看 其实未来几天都是吹这个偏东风 所以呢在海面上有点水气的堆积 主要是因为这个风向 来自这个由海面上带来的水气 所以呢是比较潮湿一点 不过主要还是在海上 在对我们陆地上来说呢 大致上这种零零星星飘雨的情况 要一直到周末冷空气 这个逐渐南下之后 在北部的云量稍微有一点增加 其实从未来几天降雨预测就可以看到 在礼拜四以及礼拜五的时候呢 东半部云量偏多 到这个礼拜六以及礼拜天 在北部的云量也开始增加了 在这个沿海地区有机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飘雨 所以在北部沿海地区活动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 到了这个礼拜六以及礼拜天呢 天气状况稍微有一点转变 那从这个目前的温度上面来看一下呢 在星期三晚上的时候啊 北部东半部地区低温大约是15度到这个18度的低温 至于中南部呢 大约是这个13到17度的低温状况 不过啊像是在空旷地区 像是在嘉义或者是这个桃园的新屋这些地方啊 在晚上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辐射冷却效应 所以在清晨的时候这个低温甚至有机会比这些 目前预测的低温还要来得更低一些些 接近大约只有10度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清晨温度是比较偏冷的 那么在这个高温的部分呢 其实在这个礼拜四的高温啊 北部东半部大约有到这个25到23度 这样子的高温状况 在中南部呢甚至可以来到接近27度 日夜温差非常大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早晚外出的时候 多注意这个保暖的工作了 好以上是今天天气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